这犀牛用 这都有断结果 可是不是我用的 我拿回来它就是断的 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看这个看起来就是老的 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 最近应该很多影片都会重拍 因为我发现可以放大 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 这个原本应该表面有上一层白色的 可是它氧化都脱落了 然后这里面摸起来是很粗糙 可是这个残存的白色的地方 是比较粉滑的 可以看出它表面原本一定是有一层白色的 覆盖的 可是已经掉的差不多了 可是还是可以看出那个老旧感 虽然外面附的那一层白色的都掉光 然后这右面的老气的感觉 这个还好只有 就脚断掉而已 可是它还保留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饕贴纹 跟龙型纹 这应该是龙 然后光肉眼看就可以看到它那肌肉处跟这个 颜色很丰富 其实它是只有一种幼 可是你这样子涂上去你就光看表面 你就可以看到它颜色是 就一种幼喔 就这么多 分出这么多种颜色 这就是矿物幼吧 放大看看 唉 这就是 因为这一组里面好像就 这一组犀牛羽里面就只有这一个 里面有这种 在瓢的那种矿物质 有没有看到 很明显 然后还有里面有黑点点 这草木灰 用 拿手电筒看看 会比较清楚 里面有很多黑点点 不知道这样看得清楚吗 就这样 然后 矿物幼的表现也很明显 我猜这 我之所以会说这是要主要 就是因为这一组 它里面有很多 那个 茶叶末幼的始组 清代发明的茶叶末幼其实是 以前 以那个古时候的那个 这种矿物质 它就 只烧出这种矿物质的质感 然后一片一片 它不是很实的平面 就算是清代烧出来的 那个茶叶末幼也不是很实的 然后 茶叶末幼是从药州窑学来的 它把它做的比较精纯一点 所以这个出现茶叶末幼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药州窑 不会有别的了 然后还有看这个光折 光感 就知道这应该是老件 那怎么那么不清楚 实在很想把之前拍的影片都删除 可是好像都不能删除了 不知道为什么 你觉得以前拍的太随便了 这就是骨齿 骨齿 骨齿 它的表面的氧化感 氧化的感觉 还有那个矿物柚 这都是不能扫的 你不能拿一个很死的化学柚 然后做旧以后就说那是骨齿 不对 也不可能会对 化学柚怎么可能会是骨齿 这一支是最多茶叶末幼的其他都没有 那么多 那么密密麻麻的 就这样子 反正我就 只会看矿物柚 还有那个老化的感觉 其他也不会了 断带是因为这个药周窑 它在书上写的啦 早就已经断产了 然后还有它如果到 元金时期的话是颜色比较偏黄的 不是这么感染绿的 是书上写的喔 我是不懂 就这样